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索问斯,今天是9月20号星期三 如果大家今天盯着我们的A股看,应该来讲是一个非常失望的一天 这个跌16个点,对吧,这倒是无所谓 包括我们讲深层值,接下来要破1万点,对吧 穿越版今天已经破掉了这个2000点 这些问题我认为都不重要 重要的在什么地方,重要的是现在A股的成交量没有 整个股市和楼市一样,对吧,你价格再低 它没有成交量,大家可以看到今天 深圳加上海总共5700亿的成交量 5700亿的成交量,这什么概念 大家可以缩一下,把你的那个软件,对吧 可以把它缩小化,缩小一下 你看看今天这个成交量在全年上来 能够排到,这几乎排在一个历史最低位的一个状态 两天加起来5700亿,今天整个上海这个 这个上海的股票还是靠这个银行的支撑 银行今天是第一名,对吧,显然在买银行吗 这是第一名,对吧,今天我们的那个账户 大家可以看到索文斯的核心文章里面 我们展示那个账户,对吧,这个账户里面 其实今天也是这个有所上涨的 大家去找一下那账户里面所提到的这些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个什么话题呢 这5700亿的成交量,A股要往哪里走 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成交量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重点讨论的话题 大家注意,一个市场当中 最主要解决三大功能 哪三大功能,第一大功能是融资 就你这个市场,我到底能够把股票给卖出去 第二是什么,投资功能 我股民通过这个市场能够买到非常优质的公司 最后来我能挣钱 第三是什么,第三是定价功能 定价功能,也就是说我的这个产品 我这个股票到底是什么价格 经过你来回的博弈,对吧 最后我知道我大概均衡在一个什么价 但是如果持续这样的低迷下去 没有成交量,尽管 这个像这种再走下去的话 融资,投资,定价,三大功能,全部三十 我说这句话,有可能有点犯忌讳 对吧,有可能说你又不是什么政府领导 你讲这样的话,对吧 但是我们不是老百姓 作为股民在摄像当中待二十多年了 也不是傻子 你下跌都没有关系 只要有量,就说明大家还在玩 你下跌,把成交量给跌没了 就整个世上,大家没有兴趣来玩这个东西了 这个东西比什么都可怕呀 港股为什么被别人诟病 为什么很多人觉得横生 觉得这个港股没有什么太大希望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港股没有成交量了 你看今天713亿港元 378亿,378万亿的盘子 对吧,你没有什么玩的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如果你融资不能散失 长期没有交易 新股发不出来 这个市场已经倒了三分之一了 对吧,因为你必须要给企业提供融资 否则你搞市场干什么呢 对不对 你要如果发出来,可能市场如果在没有交易情况下 它可能会跌破发行下 大家可以看到 金地股份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大家看到发了两个新股 拿两个新股 一个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中研 这个公司 你看前面都涨300% 200% 现在多少 7.15% 再看这个 今天收到16.43 明后点 可能继续下跌 整个市场 定价 市场的这个定价 就是因为一条政策 大家都知道 哎,辛苦不炒作了 不去炒作了 融资出了问题 投资功能散失啊 你长期没有交易量 内资外资 我投进去我变现不出来 变不了线 我变现就要大跌 资本万流更加严重 如果我们这里没有成交量 美国那里有成交量 你说资本万大流 很显然会往美国那里万流 那中美在贸易战 金融战 各方面来讲 那么中国就略输了 对吧 资本都万大量流到美国去 美国巴不得你这样做 所以在成交量地面的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把成交量打起来 把市场搞活跃起来 7月24号 我们提出了活跃 到现在为止两个月了 市场不仅没有活跃 而且我们现在在讲实话 这成交量在走下风路啊 对吧 在越来越弱呀 提出活跃的那一天是哪一天 7月24号 7月24啊 这一天提出了 到现在为止 股价提出来那天3200多 现在是3100年 明天3100年保卫账了 对吧 然后成交量就一路下滑下来 没有活跃 市场不认可 第三个定价功能 三市 你整个市场没有交易量 这个定价就错了 你知道我们很多股票 到新加坡去上市 新加坡没什么交易量 那么新加坡那个地方 那个定价 可能给三倍十一率 两倍十一率 你到美国上市 可能给十倍十一率 十五倍十一率 到A股台上市 可能给二十五倍 三十倍十一率 你只要有交易 你才能够定价 如果你不交易 他们跑加拿大市上市 有些公司的两倍十一率 三倍十一率 你说这玩意 你定价是合理的吗 是对的吗 对不对 所以为了维护 整个市场的功能 一定要采取 这个就市的政策 那么有很多人讲了 讲得那么容易 那么好就市吗 那我跟大家讲 我们不能够凭空想象 有很多人说老索 你说这个什么 凭准基金 那是这些东西 对吧 有那么回事吗 我们真的要成立凭准基金了 那还了得了 钱从哪里出 我告诉你 钱从哪里出 钱从央行出 有很多人讲 你是从央行出 口出狂言 对吧 是不是从央行出 我给你看 日本的股市 这几年走得不错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日本的市场 有可能是 对吧 这个巴菲特进去了 对他来讲 有一定的刺激 对吧 但是日本的股市 从2008年开始 间底 7800多年间底 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震荡向上 到了3万多点了 马上就要创新高了 日本的经济怎么样 日本的经济 其实一般 如果从2008年到现在来算 他经济增速 绝对没有中国高 但日本的股市 为什么不断地创新高呢 为什么日本的股市 从那么样的一个 低迷的状态走出来 整个广场协议之后 日本的楼市股市爆炒 泡沫破灭之后 整个市场低迷了 那么长时间 他到底是怎么走出来的 这个问题 难道不知道我们思考吗 对吧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流动性这个情况差不多 日本当年也没有流动性的 他是怎么走的 其实他就用了两招 就用两招 第一招是什么 日本的央行 你如果说你这个银行 你这个银行资本金不足 各方面情况 那个日本的中央银行 直接买山野银行的股票 就直接买 我直接进来买 大家可以看到 日本这个银行股可不弱 2022年8月5号到现在为止 三菱 这是日本最大的银行了 到现在为止放了一倍 三菱 朱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三菱 三菱也是 这个三菱朱油 现在也是最大的银行之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是月线 五块二到现在为止十块多 也放了一倍 日本银行走的可不弱 我讲的意思是什么 如果他的 他的这个央行 对吧 不买他的股票 不买他的银行股 他不急买他的银行股 他还买他的ETF 也就是说背后 就是日本央行 是最大的庄家 他在买 所以他在买 短时间之内 有没有改变这个事 就是短期之内 有没有改变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呢 有没有改变这个市场的行为呢 其实并没有改变 但是中长期一看 背后是央行 慢慢慢慢的 他这个流动性就改变了 而且不仅是日本的老百姓 敢买股票了 而且像外资 巴菲特 一些外资看 你们央行都在买 说明你们是负责任的 所以他们也跟着买 那么日本的股市 哪有不涨之力呢 就不断地在往上走 这个就是整个日本 这十年以来 他们央行在做的一些事情 但这个有的是 00年在做 大家可以看到 他不仅去买银行股 买ETF 还买ETF 实际上在干什么 实际上就是在 给日本的股市 注入流动性 不要让他的股市崩溜 不断地维护着日本股市的 投资融资和定价 三大功能 日本能这样做 他这样做是有条件的 日本的股市 做这样是有条件的 第一个 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 显然我们现在银行 资本金都在10%以上 我们的资本 因为国际规定是8.5% 我们现在是10%以上 商业银行资本是很充足 金融系统不会出现问题 但是后面两个 两个通胀长期低迷 通胀长期低迷 就是通缩 通缩低迷 就整个市场 很低迷的情况下 他就会下决定购买股票 那么现在我们的通缩 够不够低迷呢 就是我们的通货摩扎指数 是不是很低迷呢 很低迷 我们的CPR 现在是多少 0.1 对吧 我们的通胀指数是0.1 降了这么多C 依然是0.1 就处于非常低迷的让战 而且整个股市到5700亿左右 如果不加干涉 没有任何的后续力量进来 你信不信会跌破5000亿 所有的改革 实际上都是市场倒逼出来的 你跌破了5000亿 整个市场彻底失去融资功能 那么接下来会期望的什么呢 凭准基金 还是央行来购买股票 这都是我们值得期待的 我认为整个市场有救 一定是有救 没有什么大当问题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我认为就是对于我们所有投资人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索文斯的核心文章当中 我们所做的一些品种 我都在里面 就账户都打开的 对不对 大家都能看到 我们所操作的这个思路 实际上 第一 民营企业不完 有很多人说你这个大不应该 民营企业像比亚迪 林德士泰这样的公司 如果在大列上涨 这个剧列上涨的时候 这种好公司可以会玩一下 但是平时的时候不完 不确定 业绩不确定的公司不要玩 因为现在业绩下滑的公司 动不动给你来个下滑30%40% 你看着那个公司的适应率 只有5倍10倍 一旦它适应率突然下滑 下滑到很低 你比如说像金龙鱼这样的公司 业绩突然下滑 这公司适应率一下子到了98% 一下子到了98% 整个适应率就立刻就上来了 对吧 业绩不确定 你搞不清的不要做 大不了你不要买任何购标 科技类的公司各位 小心谨慎 科技类的这个公司 变化度太高 一个科技颠负 你可能就不知道 东荡西北了 这个东西我们是很忌讳的 因为你不确定 哪个公司到底能够成长进来 如果真的有一个公司 现在我们每个人手上都在用 比如说华为代表上市 那毫无疑问的去买华为 没问题 腾讯要开始要上市 每个人都有QQ每个人都有微信的时候 我当然可以去买腾讯 但现在没有这样的应用出来 那我就等 分红不确定的公司 如果这公司长年没有分红 不要买 买了干啥 不负责任吗 老板有质押的公司 大家一定要查一查 每天到晚上去 比如说这个公司 对吧 这公司你打开了之后 在操盘当中就要去查一下 他质押了多少 打开软件里面都有 有质押率 看看这公司老板到底质押了多少 对吧 如果质押的很多 那么这种东西 大家一定要小心提升 不要在这里面 沉迷过深 因为质押 有很多公司 他质押百分之七百 百分之八百 这个这个 这个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 这玩意根本没法弄 管理层减值 我是一概不碰 管理层减值的公司 根本就不用碰 公司山域过高的企业 不要玩 山域过高 我举个例子给你看 有一个公司叫广贵汽车 这个 现在他有个转债 这转债还可以 但是像这样的公司 我是不会买的 为什么 你看看 这公司的总市值是多少 总市值167亿 我再给你看看 你看这公司的山域是多少 山域 就是这公司收购 其他公司的时候 形成的187.5亿的山域 如果这个山域出问题了 那么有可能 这公司的市值会大幅度减少 资产会大幅度减少 所以这种高山域的公司 比较多 还有一个 不要轻易的抄底 我说过 我在核心文章当中 跟他交流过 我说三千年左右的时候 可以买一点 过了三千年 你就应该考虑仓位要加重 不要认为会产生崩溃 什么经济崩溃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不会出问题 你不相信 你要如果相信那些报纸杂志的 相信这些东西 然后不做研究 我就听人家讲 我就听外面讲 如果你按照美国的媒体那种讲 九十年代就应该崩溃 到现在为止 不仅没有崩溃 而且我们经济科技 不断在发展 没有任何问题 为什么 因为国内有统一的大市场 我们跟日本情况不一样 日本没有统一的大市场 日本全部靠外面的市场 来给它解决 内在的 生存的需求 日本 当年房地产和金融 起来的时候 是在把 因为它内里的 制造业 通通转移到东南亚 通通转移到中国 对吧 然后国内玩金融 玩股票 而中国是股票 我们在搞房地产的时候 我们知道 又并没有搬出去 现在确确实实有转移的 这样的一个迹象 但是以中国的体量 中国这么大的市场 你转移好 迅速的会有 其他资本可以搬 就其他资本会迅速的填进来 所以这个和日本是天然之别 美国想搬到中国 没那么容易 所以A股在往下调 调整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应该干什么 应该是一个战略性的机会 大家一定要往这个方向 去选择一些 非常低估值的公司 长期持有 不会倒闭的这些企业 长期持有 又有风宏 又有这个 对吧 公司成长 该多好 好 详细的内容 大家参照索文思的核心文章 如果找不到文章 相互之间的评论去说一下 今天重点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关注索文思的文章 关注索文思的视频 如果你手机有点 长按点赞点点赞 谢谢大家